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赵丽颖的造型师还是敏塔莎,小众品牌高定和仙女群,太美了! 近日,赵丽颖的造型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一个位于幕后的角色,她的造型师敏塔莎,也因此备受瞩目。 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和情谊成为了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揭开这个最佳伙伴的故事。 赵丽颖参加昨日的活动时,她的造型令人惊艳。 而敏塔莎似乎总是能为她找到最合适的裙子,让她的美丽再上新高度。 敏塔莎已经作为赵丽颖的造型师,陪伴她四年之久。 她们互相见证了对方的成长,这样的默契与稳定关系令人羡慕。 赵丽颖作为一个拥有出众才华和魅力的女演员,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 而她与敏塔莎的合作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优秀的人总是相互吸引,一同追求更好的未来。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纷纷向赵丽颖和敏塔莎表达了对他们默契合作和真诚情谊的赞赏。 他们被称为最佳伙伴的名号凸显了这对两人关系的重要性。 网络上涌现出大量赞美赵丽颖和敏塔莎的言论。 许多粉丝纷纷表示他们期待两人将来更多精彩的合作。 在过去,我们也曾见证过类似的伙伴关系引发的热议。 明星与造型师、化妆师之间的默契合作一直备受瞩目。 胡歌与造型师王杰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过人的才华使得胡歌始终能保持完美的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这类伙伴关系的存在,不仅提升了明星的知名度和形象,也给造型师和化妆师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这次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明星和造型师之间的合作关系。 他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孕育出非凡的成就。 只有在互相尊重、真诚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双方的最佳状态。 目前,关于赵丽颖和敏塔莎的最新进展暂未有官方公布。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这一事件已经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给我们所带来的价值。 他告诉我们,只有在相互理解、支持并且共同进步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